意念受持 受是接受 持是坚持 接受之后能够坚持 不会舍掉 意 意乎功德 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如果经教不熟 佛的功德想不起来 经教很熟 一听到佛功德的三个字 经里面所说的都能浮现出来 把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 行吗 行 那为什么 那是自信功德 佛明信 所有功德都诚信 所有功德都是自信里头 自然流露出来的 那我们听到名号 功德也自然 从自信里流出来 帮助自己的功德 帮助自己 坚定心愿 一生 一生只想成就别人 不想障碍别人 不想障碍别人 果报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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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 自己念佛临终 就有人障碍 就有人障碍自己 所以要养成 欢欢喜喜 帮助别人 纵然那个人 是我很讨厌的人 不喜欢的人 我也要帮助他 为什么 希望我在有难的时候 有人帮助我 这是因果报应 讨厌别人 障碍别人 不愿意帮助人 最后果报要自己成熟 那 那个损失太大太大了 障碍 这一生 不能减负 这叫真麻烦啊 这不是小事 这是大事 你的一生当中 大事里头 没有别人跟大事 那 何必要障碍别人 念 念佛名后 大事之菩萨 在云童章里面叫我们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义佛念佛 有没有这个感应 该做事有 有我为什么不知道 感应有四种 这个感应 叫明印 真有感应 自己不知道 感应自己知道 叫显印 明显的 显感 显印 显感 有明印 敏感 又显印 敏感 又明印 敏感 敏印 最多 我们其感应 自己不知道 佛对我们的加持 我们也没发觉 为什么这经文 一看 以前没看出一个意思 现在这个意思 不信心 这是敏感 敏感 敏印 自己真的受用 又深入了一层 敏感 念佛名昊 欢喜这句名昊 知道名昊功德 不可死 知道这个名昊 并发戒虚空气 我们念这句佛号 我们想这句佛号 跟变发戒虚空气 一切祝福如来 一切六道正神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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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然后我们才知道 念佛是何等的重要 念佛怎么能够间断 对着名号功德不知道 间断还情有可运 知道的时候 他决定不肯间断 为什么 宝啊 如获至宝啊 念念在怀 怎么肯放下的